董厄氏娘娘的宗祖父董厄布伦 那可是这个董厄部的部长 也就是说是人家家族的大组长 那也是伴着太祖太宗 在关外骑着大马 抡着片刀 抢过西边的主 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前文书啊 咱们交代了一下 这个董厄妃的基本情况 咱们今儿的书啊 还得是往主题上靠 咱们不是要聊 这顺治皇帝和孝庄文皇后的关系吗 其实这董厄妃啊 也就是孝宪皇后 也无非就是这母子二人诗和 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今天啊 咱们就得宅着 因为董厄妃啊 引起的这些矛盾点了 那么说这董厄氏 她不好吗 关于这个问题啊 还别说我了 就这个昭圣皇太后 就是孝庄啊 她亏着心说 她也说不出来这句话 自这个董厄氏嫁进宫来啊 这顺治皇帝对她当然是好的 她认为这董厄氏啊 比这宫里的其他后妃啊 都要强得多 首先一条啊 就是通行达礼 这体现在哪呢 这董厄妃啊 对这个婆婆娘 也就是这个昭圣皇太后 我非常的恭敬 每天啊 去慈宁宫请安 那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不但如此啊 这老人有个什么 这个感冒咳嗽 发烧生病舞的 这董厄妃啊 是忙前忙后 在病大前殷勤的伺候着 就说呀 这个顺治十四年的冬天 那年冬天啊 这老太太呀 住在这个南原的暖阁 这董厄氏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 就赶紧收拾东西 从自己的寝宫 承前宫搬了出来 搬到南原太后的身边 去伺候啊 这个病中的太后 那会儿董厄妃的身份是什么呀 是皇贵妃 顺治皇子也得着信了 来到南原去看望她的母亲 一看着董厄妃的一旁伺候着 显得很憔悴 于是就问呢 说这个皇后来了没有 皇后是谁呀 这顺治的嘴里说的皇后啊 就是她的第二任的皇后 孝慧张皇后 这孝慧皇后啊 是顺治皇帝 娶进来的第二个 博尔吉吉特皇后 她在娘家的时候 论起来呀 应该管这个孝庄文皇后 叫一声姑奶奶 管这顺治皇帝呢 叫代表旧 本来这顺治认为啊 废了第一位博尔吉吉特皇后 也就是那个博尔吉吉特蒙古星 哎 这下子自己的婚事啊 得自己说了算了 她可万万没想到 这个妈妈比她厉害 比她有主意 为了更好地巩固这个满猛联姻呢 这个妈妈 又给她选定了一位 博尔吉吉特式的蒙古皇后 哎 就是这位孝慧皇后 这孝慧皇后 这名字 她虚为长点 她叫什么呀 她叫 博尔吉吉特 阿拉坦齐齐格 论起来呀 比顺治啊 还整整小了一辈 这桩婚事啊 她自然还是不满意 直到这董阿飞入宫以后啊 在心理上 她才得到了慰藉 那既然这皇上老爷子 都问起来了 别人也不敢瞒着了 这帮下人说呀 说这个皇后啊 她可能有事 她没来 这顺治一听这话 她自然是有点生气 她又问 那她派人过来请安了吗 这下人说 也没有 这顺治一听就更生气了 等这件事情平息之后啊 顺治就以此事为由啊 要要二次废后 那这就很明显了 把她一废呀 这第三任皇后呢 必定就是董阿飞 可是董阿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抱着顺治的腿 跪的地下是苦苦的哀告 说皇上要是这样的话呢 臣妾我在宫里就没法活着了 您啊是万万不能废后 您要是废了皇后啊 这皇后我也不当 我呀就死去 皇上一看她既然这样 不能让我的爱妃 有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啊 干脆呀咱们一步一步来吧 于是呢 就先废出了这个皇后的中宫剑表 那么这中宫剑表 它是什么意思 这中宫剑表啊 就是和这个皇帝下达的诏书 差不多 只不过呀 是这个皇后说的 每逢这个节日啊 您比方说这个万寿啊 元旦啊 冬至啊 这种特定的日子 这皇后口述 女官记录 把一些好的意见 写出来啊 交给皇帝 这皇帝啊 通常是不能驳斥的 这是皇后的一种最高的礼仪 也是这皇后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那么皇帝把皇后的中宫剑表一停啊 那自然就离废后不远了 作为这个手握权柄的老太后啊 这孝庄文皇后真行得出来 都没打这个顺治皇帝的支子 一句话就直接恢复了皇后的中宫剑表 这里边很多的隐情啊 咱们后文书还会详细的交代 咱们接着说呀 这个董厄飞的贤德 不单对太后好啊 对皇上也好 首先啊 人这个两口子 秦色和啥呀 那就不用说了 入关以后 这顺治皇帝急速汉化 他对这个汉族文化的景仰和崇拜呀 几乎到了这个痴迷的状态 这董厄氏啊 和宫里其他的后妃 不一样的地在哪啊 他曾经随他的父亲啊 在江南一带生活了很多年 因为这个董厄氏的爹内大臣恶硕呀 原来是驻守江南的武官 所以说董厄飞身上啊 不但有汉族女子温柔贤良的美德 还有这个江南女子诗词书画的才学 您想想啊 这顺治皇帝整天跟这帮骑婆子 和这个蒙古女汉子混在一块 突然啊 就来了这么一个温柔的 类似汉人女子一样的骑女子 他能不爱吗 平时这两口子诗词歌赋 说佛论法呀 自不用说 每到这顺治皇帝呀 多贪了两杯 喝多了 这董厄娘娘啊 在床前伺候呢 都是一宿一宿的 连衣服都不脱 所以自然呢 这顺治皇帝就是十分的感动 这董厄娘娘啊 对自己身边的宫女太监也是非常的好 从不责骂 有了什么披露啊 她也能够担待 对其他的后妃呢 她也从来不吃醋 这皇后娘娘 就是刚才差点被废了 这个校会皇后病了 病得很重 差点啊 就呜呼哀哉了 董厄妃啊 在昆宁宫里伺候皇后啊 就像伺候自己母亲一样 虽然呢 这皇后的年纪啊 比她还小 这七天七夜合一而睡啊 这可不是我编出来的 这可是顺治皇帝 自己的回忆录里写的 那么问题又回来了 这么好的一位贤妃 怎么就成了这皇太后 眼中钉肉中刺了呢 首先呢 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 这校庄文皇后啊 是清代 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无论她呀 是下架 多儿滚与否 粉碎 以多儿滚为首的 把持朝政的宗室势力 这场战争啊 那肯定不是顺治一个人打赢的 和她母亲 也就是校庄文皇后背后的支持 肯定是分不开的 不但如此 还是因为这位老太后的支持 在若干年后 小皇帝康熙 铲除了全臣敖派 平衡了满汉大臣 以及这个功勋贵族与新贵之间的矛盾 就凭这两次支持啊 就能够证明这校庄文皇后 在朝政上啊 是没有私心的 只要是对这大清国有利 对祖宗积业有利的事 这校庄文皇后就会鼎力支持 反过来话说呢 就是谁是朝政上的绊脚石 她就会想办法除掉谁 这校庄文皇后三番两次的把自己家族的姑娘 也就是不是吉吉特士们呢 取进宫里当皇后 难道真是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壮大 成为这天下第一外戚吗 哎这本来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蒙古王公啊 势居关外 势居草原 他是不能够在京中居住的 他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家族啊 在草原上稳固一些 站住脚跟 能更好地替这大清国 把守北大门 如果要是一味的想着 太后啊 在这件事情上有私心 想让自己的家族啊 把持后宫 这格局上啊 哎 未免小了一点 顺治初年的时候 像朝中这些新贵啊 还没有露什么头角 像索尼这种新贵啊 虽然已经是大学士了 但是啊 这个根基还浅 家族势力还不够 这些人呢 在朝局上啊 还形成不了势力 刮不起大风 那么这朝局 是谁来把持呢 首先啊 是勋贵 就是功勋贵族 就是啊 一聊起挂子来 身上啊 全是哭愣眼子 大刀疤的人 您比如这个 饿背龙 敖拜啊 他们的对家是谁啊 那就是宗使 那帮子 爱心角罗们 从这个两白旗圈地 到这个敖拜换地 这件事情上啊 您就能知道 这两股势力 它有多拧巴 就这两股势力啊 这皇太后和皇上 还玩不转呢 这要是再杀出一股 强大的外戚来 那这朝局 岂不是就更乱了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皇后他们家呀 远在蒙古 形成不了强大的外戚 但是这董俄妃不行啊 他们家呀 那可是正经的功勋贵族 董俄氏娘家的宗祖父 董俄布伦 那可是这个 董俄部的部长 也就是说 是人家家族的大组长 那也是伴着太祖太宗 在关外骑着大马 抡着片刀 抢过西边的主 这种军公家族 一旦才负以上 外戚这种名号 那在朝里边 谁还挡得住啊 所以说呀 这为了避免 这个家族在朝中作大 在宫中啊 这太后就必然要压制董俄妃 不让她的位分升得太快 可是她架不住 我自个这个顺治儿子呀 她是个骚迷大爷 不知道怎么疼媳妇好了 顺治十三年 也就是一六五六年 那年啊 十八岁的董俄师入宫 想的是啊 备选西宫 可是一见面啊 这顺治皇帝就爱上了 就在同年八月二十五的时候 就封为了贤妃 您听着啊 这进宫以后啊 什么常在 答应贵人贫 全没经历过 直接就被封为妃 而且呀 是贤妃 封别的妃子的封号啊 也都是好字眼 不过呢 都是这个细思之后啊 才知道她好 很有隐喻 她不仗扬 您看这个顺治皇帝 封董俄妃了吗 直接就是贤妃 哎 好的不能再好的意思 那你说了呢 贤妃就贤妃嘛 可是啊 一个月还不到 这董俄妃呀 又被尽封为皇贵妃 这是啥意思呢 直接呀 就从贵妃头上跳过去了 封为了皇贵妃 成了这后宫当中 位份排在第二位的女人 仅次于皇后娘娘 到了十二月份 就行了这个 册封皇贵妃的册封礼 这个册封礼 大到什么程度 比册封皇后还要庞大 这一下子 就把这个孝庄文皇后 这位老太后啊 给惊着了 那么具体 庞大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呀 明天再说 我说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负责给您讲故事的人呢 就是我 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呢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啊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明儿见